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2月11号星期日 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这个马上就圣诞节了 我们这个工头 昨天把我们交在一起 十来个工人 交在一起 然后说 下周六 大家晚上一起吃喝饭 为了活跃气氛 然后大家可以交换一些礼物 送一些 这个祝福 然后这个礼物 送的非常的逗逼 是怎么回事呢 要从周一一直送到周六 就是每天都要送 每天都要送 然后周六的晚上 再互相交换一个大的 当然这周一到周六 每天交换的这个 他没说金额吧 但是我理解 应该不是很贵重的东西 然后周六晚上 要送个大礼 这个大礼的价值 应该是300比锁 300比锁 我说这菲律宾还挺快 有玩的 关键是周一到周六 送什么礼物 它是有一定限定的 比如说明天 就是星期一 送软的 星期二的 送香的 星期三的 送长的 星期四的 送年的 星期五的 送圆的 星期六的 这个送硬的 反正呢 就是他有一定之规 然后呢 这个 谁送谁呢 毕竟十来个人嘛 你送谁呀 对吧 谁送谁呀 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吧 然后呢 我说为什么说他会玩啊 除了一定限定之外呀 谁送谁呢 他拿的车奖箱子 把这个人名啊 都放在这箱子里面 然后你送谁呢 你抽 你抽到谁 你就送谁 但是那个人并不知道啊 是你送的 为什么呢 买的这些礼品呢 就是大家互换的礼品呢 当时大家包好这个包装之后啊 贴上谁拿 也放在这个箱子里头啊 偷偷摸摸的 趁别人没注意的时候 放在这箱子里头 等晚上临走的时候 下班的时候 各自去拿 属于自己那个礼品 就跟他们开忙盒一样 开六天 反正我看菲律宾人 还是挺喜欢这个 我觉得一般吧 因为我这东西 确实也不值钱 因为你想总礼品300批 那平均到每天的 得合人币几块钱 估计就是个 吃着喝的小玩意儿 反正这些东西呢 我还真没什么经验 如果有些听众啊 在菲律宾 跟这帮菲律宾人 玩个这玩意儿的话 你们倒是可以跟我说说 一般都能送个啥 我也不知道买什么 买什么合适 关键有些东西吧 听的挺诡异的 买个年的礼物 什么买块年糕 是吧 买个长的 我操弄个竹干 反正咱也不知道是啥 关键为什么 我说他们会就懂得这个颜值满足 预热气氛 你看周一到周六 一直就预热这个气氛啊 我估计就十几批 二批的小礼物 等到这个周六晚上换礼物的时候 来个300批大的 那朋友说300批不贵啊 四块钱人币差不多 但基本上就是我们工地啊 一天的工资了 对于菲律宾人来说 车前面就不算小了 对吧 那你说这个大的 又给什么合适 对吧 那那天如果拿那大的 真的是很好的东西的话 我操对吧 也还是挺不错的 对菲律宾人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对于我来说呢 也可以期待一下 看看菲律宾人能给什么 当然这一天我也会给大家售一下 他们给什么东西 得了 就跟大家聊这儿吧 别说我们再继续扯淡菲律宾的事 对于菲律宾人能给大家看